今天要来分享阴阳师台版4月21日的新内容 一开始呢我以为这个星期官方更新的东西会很少 没有预料他们在最后一分钟才公布相关的消息 我们就简单来看一下到底有什么新的东西 新的活动 第一个亲友系统 之前曾经介绍过的一个全新功能 而如今呢我们终于可以看到实际的样子 在好友这里你可以看到界面改了很多 右边增加了一个斜站 点击下去可是暂时没有亲友 和好友关系达到友谊的见证即可解锁 想了解更多的详情 也可以点一点上面这个问号 在这里会做更多相关的解释 那我们要从哪里看这个所谓的羁绊值呢 在右上角点击这个图标 你就可以找到这个羁绊 点击下去 他就会告诉你上线特殊提醒 有请点赠送双倍 开启四神携战功能 队伍额外经验加成和金币加成10% 第二个更新 照片墙 我们空间的界面也是改变了 照片墙可以让你上传照片 其他玩家可以点赞和评论 不过要等系统审核 第三个神龛的更新 上架万年族 三千五百玉闸 最多可以买三个和两个四星的白达摩 时间是从现在到4月26日 会推出万年族的预告其实在上个星期六就知道了 很多玩家都再次疑惑 为何上架的不是一幕连 会也挤而是这条游 哈 这也再次印证了官方是非常跳吞的 其实万年族在路板体验服的时候是蛮有看头的 只是在正式推出的时候就有变弱了一点 而到底有多少人会去兑换这个万年族呢 还是对大多数玩家来说 他万年都会在神看里面 我自己呢是一定会换他 只是目前还在准备更多的牺牲品来翻魂 第四个小子人buff日翻天 从21日到5月4日大约两个星期 可以领取觉醒一魂双倍 一个小时半的时间和经验金币加倍 经验金币的话就一个小时 如果大家已经有登录游戏了 相信都有看到这两个加成 两个星期连续都有这个加倍加成 是要我们爆肝吗 好的下一个很重大的更新 全世神强化 所谓的全世神强化呢 就是在路板有改过技能的阴阳师和世神 一次性的更新在我们台版 总共有20位角色技能有修改 而一些呢之前我也是有曾经提过的 像是荒川 如果大家想知道详细的内容 可以在游戏登录时的公告查阅 这一次更新其他相关的东西 像是亲友系统 照片墙等等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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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